这座小镇的铃声就像上课铃一样准时 听到铃声的居民无论在做什么 都要立刻停下赶紧回家 即便是正在吃着丰盛的晚餐 服务员也会让其赶紧滚蛋 人们非但不生气 还要微笑着感谢服务员的提醒 像往常一样 到了傍晚警长就会拿着铃铛巡视小镇 确保所有人天黑之前回到家中 店里在所有人相继离开后 服务员会将大门锁死 随后抚摸一本 地旁的黑时才放心地离开 小镇中所有地方都和这里一样 副警长巡视完后和警长会合 警长让他先回家 确认所有人都回家以后自己再返回警局 警局门口正挂着平安度过96天的牌子 警长细心地查完整个街道 确认空无一人之后才放心回家 但他并不知道 一个男人正躺在酒馆的地板上成了漏网之鱼 无论老板怎么折腾都叫不醒他 没办法 老板只好将醉汉锁在酒吧内 摸了摸黑时便去休息了 醉汉的老婆见他迟迟没有回家 按骂了一声赶紧叫门关上 到了深夜 女儿正在祷告 突然窗外传来死去奶奶的声音 那个声音让她来到窗边 女孩知道自己不能过去 但还是被声音蛊惑 打开窗帘发现正是自己思念的奶奶 女孩见到奶奶非常开心 却没注意到 一个老奶奶怎么可能站在二楼窗户外 奶奶说自己很孤独 想进入房间陪女孩玩 女孩没有多想准备打开窗户 醉汉妻子检查屋内的黑石 然后来到楼上 看到这一幕刚想阻止 但一切都已来不及 四日清晨 醒酒的男人回到家 发现门口聚集了很多邻居 还以为邻居是来参加 妻子举办的厨艺大赛 他笑着跟大家打招呼 突然 警长从屋内走出 直接对着他的脸扇了一巴掌 愤怒地说到自己三令五声 家里有孩子 就特么把该死的窗户盯上 醉汉来不及解释 直接被警长拽到二楼 准备让他看看妻女的下场 女儿的整个身体被掏空 妻子的残肢断壁散落在床上 看到这一幕的罪汉痛苦地跪在地上 不敢再看死去的妻女 警长看到不成器的罪汉 恨不得一枪崩了他 但身为警察不能草劫人命 告诉副警长将男人关起来后 就准备离开 出门碰到了赶来的神父 说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他了 警长来到一处安全屋 自己的儿子正在这里画画 他对于父亲的到来并不是太欢迎 警长说了句希望他会参加邻居的葬礼 就落寞地转身离开了 画面一转 一家人正开着车自驾游 一路上有说有笑骑了融融 突然发现眼前的路被一棵大树挡住 几人下车查看前方的情况 突然发现周围还有无数的乌鸦盘旋 看到如此诡异的一幕 男人赶紧抱着儿子回到车上 调转车头想找其他的路线 转眼间开到小镇 却发现这里所有的车胎都是坏的 他们带着疑惑继续前进 一家人都很奇怪 人群为何看着自己 男人强行壮胆下车问路 但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随后警长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对方想知道从哪走能上高速 警长却问到车上是不是他的家人 得到男人肯定的回答警长很恍惚 愣了几秒才表情不自然地给他指路 男人谢过以后快速离开 而警长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 男人继续行驶 突然发现附近的环境非常眼熟 好像刚刚来过一样 男人停车向女孩问路 但对方只是看了一眼就转头离开了 他们只好继续开车 只能安慰自己是错过了路口 没一会儿他们又回到小镇上 男人当机立断掉头往回走 警长看到这一幕觉得是时候了 让副警长去拿钉板 准备在一家人返回时将车胎扎破 随后在钉板上撒土将其隐藏 看这个熟练的手法 镇子上的车胎估计都是他们炸的 一家人行驶在反方向的路上 但周围并没有别的岔路口 突然对面驶来一辆汽车 女人还想问问他们是否知道路 结果对面的小车摇晃着朝房车撞来 男人见状急打方向避让 没想到车辆失控冲到树林中 男人被树枝卡住无法动弹 妻子昏迷 女儿无碍但小儿子的腿被刺穿 男人使劲摇晃树枝但并没有作用 这时小车司机下车看来受了些内伤 他找到正在处理钉板的警长二人 将车祸告诉他们 警长赶紧让副警长将司机带回去 自己则跑去车祸现场 此时距离天黑只有两个小时 司机被送进镇上的小医院 女医生简单查看发现伤势不重 便赶紧跟着副警长前去车祸现场救人 副警长叫上神父 而且还带上警长的儿子一起前去现场 他们走后 小车司机一个人在病床上休养 这时女孩来到病房中为司机喝水 司机清醒以后对车祸的发生很自责 情绪逐渐失控 女孩见状直接吻上男人 安慰她说这不是她的错 结果下一秒直接用螺丝刀结果了司机 另一边 警长已经到了现场 发现小车里还有一个男人 迷迷糊糊地直夸警长漂亮 警长将他锁在车上叮嘱他待在原地 然后赶紧来到房车查看一家人的伤势 经过交谈得知男人叫吉姆 随后进入车内查看女人的状态 好在他也没有生命危险 这时副警长等人来到现场 先是救下被锁住的男人杰德 接着救出一家三口 三个人都没有大碍 只是小儿子被困在车内 女医生说想救出小儿子最少需要一个小时 但现在距离天黑只有40分钟了 警长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请求女医生今晚和他一起救助男孩 这代表今晚他们将在房车里过夜 好在警长带了一块黑石 随后其他人开车返回小镇 吉姆留下和儿子伊森在一起 天色渐暗 警长赶紧进入房车中将窗户遮住 随后挂上黑石 吉姆看见石头问警长这是在干什么 警长只是回答能保证房车的安全 突然伊森浑身颤动 接着警长听到声音 而这时 副警长一行人正在返回安全屋 却被自己埋下的钉子扎破车胎 没办法他赶紧让众人下车往安全屋狂奔 房车中 吉姆和医生合力将男孩稳住 男孩逐渐恢复正常 这时外面传来敲鸡声 接着有人询问里面的人是否安全 吉姆还以为是救援人员 就此心切的他想让外面的人进来 于是准备自己去开门 突然警长锁住吉姆的脖子 警告他外面的不是人而是怪物 但敲鸡声还在继续 而且还有询问情况的声音 警长希望吉姆相信自己 这些怪物因为石头的阻挡进不来 但如果吉姆同意他们进来 怪物就会闯进来将所有人吃掉 吉姆问如果他们不是人那会是什么 警长也并不清楚只能回答不知道 外面传来各种声音 医生渐渐有些失控 警长赶紧引导医生 怪物发出噪音就是想摧毁他的意志 然后趁虚而入 经过警长的引导 医生终于集中注意力开始营救男孩 他们三个人合力将男孩腿里的铁棍拔出 孩子疼得嚎啕大哭 但好在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女医生给男孩缝上伤口 另一边 副警长几人还在室外拼命狂奔 结果截得脚底一滑 头撞在石头上昏了过去 神父和副警长赶紧将他架起来继续逃跑 安全屋内的人看到他们 赶紧进入戒备状态 光头男拿起喷子来到门前守着 女孩赶紧说这是我们自己人 但光头却坚信他们都不是人 任凭门口几人怎么敲门都不愿意打开 突然几个人从走廊外慢慢走来 一个少年和吉姆女儿打招呼 女儿朱莉被吸引 目光呆滞地朝着她走去 副警长见状直接朝着少年开了一枪 少年却一点事都没有 朱莉和母亲被这一幕吓坏了 好在包租婆下楼命令光头打开了门 众人赶紧冲进安全屋 然而进去以后 包租婆却下令将母女两个绑起来 女儿被吓哭了 但这是一种预防措施 所有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都必须被绑 昏迷的杰德也被绑在床上 接着包租婆把劳拉带到二楼给他解开绳子 劳拉站起来就跑去被门口的守卫拦住 看来这里的人料到他会逃跑 包租婆让他坐下 接着告诉他小镇中有怪物 两年半前包租婆来到这里 也看到了一棵倒地的树和盘旋的乌鸦 劳拉很震惊 包租婆表示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都看到过一样的场景 然后都是转了很多圈最终回到了这里 而且她的妹妹就惨死于怪物手中 还好吉姆一家是白天来着都圈的 不然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 听完包租婆说的话 劳拉终于相信自己被困在诡异的小镇中 与此同时 一楼的朱莉被一个神经男吓到 好在玛丽及时出现赶走男人 解释到男人叫维多 人很好只是看起来不太正经 接着给她松绑带她来到楼上 想要让她看看这里的景色 还跟她说了怪物的存在以及注意事项 医院中 女孩坐在地上 自言自语和大脑中的声音说着话 她不想伤害任何人 但脑海中的声音告诉她 只有听他们的话 大家才能离开小镇 接着声音好像给了她某种承诺 女人不再挣扎 起身拔下男人身上的螺丝刀 又跟随声音的指引拿了一把手术刀 画面一转 护士想给司机换药来到病房 看到病床上的司机下的转身就跑 突然发现门外站着两个怪物 正冲着她笑 而且门已经被打开 她赶紧朝着楼下跑去 怪物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追着 只要他们进入房子 就可以轻松猎杀人类 另一边 吉姆拿下车上挂的黑石 问一块石头怎么保护众人 还好这只是医生的梦 警长安慰她没事了 天已经亮了 多亏了黑石 他们平安地在车里度过了一夜 这时劳拉几人来到房车 看到家人安然无恙才终于放心 接着一行人回到镇上 忽然副警长看到医院没有关门 赶紧冲进去发现护士已经遇害 而自己的父亲也被怪物撕成碎片 副警长来到林中疯狂地砍树 想做一副新的棋子 这是他唯一能和爸爸一起做的事情 警长过来关心他 副警长提到这些怪物只是走路从来都不跑 警长也发现了 他们好像非常享受猎杀的过程 因为他们知道 小镇上的人能去的地方不多 这件事对副警长的打击很大 导致他失去了对抗的想法 警长回到办公室 回忆着这两天发生的一切 似乎不好的事情正在加速发生 画面一转 朱莉正在给弟弟讲故事 但弟弟却一直看着窗外 朱莉问他在看什么 扭头也看向窗外 但没发现异常 而弟弟继续看着窗外露出微笑 他看到窗外有个白衣男孩正对着自己笑 四日清晨 安全屋内的人都还在睡梦中 而劳拉的梦却是噩梦 他被昨天发生的事情吓到了 房间突然传来杰德的大叫声 包租婆赶紧跑到屋内 让他闭嘴不要吵到别人睡觉 但男人对这里发生了一切毫不知情 警告包租婆赶紧给自己松绑 否则就让他好看 包租婆便将男人带到厨房 给他讲了小镇的离奇故事 男人听完以后不但不害怕 反而一脸兴奋地表示他们好专业 演得他都信了 他把这一切当成了一场逃生游戏 不停地夸赞朋友的业务能力 找得演员太牛了 接着滔滔不绝开始自顾自推演剧情 而且还惊叹朋友真舍得花钱 道具也太专业了 刀租婆无语了 让他自己在小镇中溜达 截得出门看到胖妹骑着自行车返回 顺势接过自行车就骑走了 来到镇上的餐厅 看到这里的人都在排队领饭 想到既然这些人都是演员 那自己有特权肯定不用排队 他直接走到前台准备盛饭 男人感叹这些演员真入戏 吃完饭他又开始瞎转找线索 兜兜转转来到一个地下室中 看到一个人被大石头压住朝着他嘶吼 他被这一幕吓到了 但下一秒却发现一切只是他的幻觉 出来以后他变得更加兴奋 大声称赞朋友真牛掰 这游戏设计的真有代入感 另一边 小儿子Eason又看到窗外的白衣男孩 男孩和他打招呼 Eason也回应对方 接着他来到屋外 看到维多正在测量什么东西 Eason表示自己可以帮忙 但维多害怕Eason的家人会揍他 不敢和男孩交谈 Eason问他有没有见过住在外面的男孩子 这句话好像让维多想起了什么 随后告诉Eason自己在测量树的距离 他怀疑树移动了但还没有测出结果 这时朱莉呵斥弟弟回家 Eason只能让维多有结果以后告诉自己 与此同时神父来找吉姆夫妻告诉他们所有新来的人都要做出选择 可以住在安全屋和大家抱团取暖 也可以单独住在镇上的民宅 如果选择住在镇上就要在房间内放上黑石镇手 而且还要将所有窗户固定好 吉姆问到原因 神父解释怪物会试图说服人们给他开门 而小孩子更容易受到蛊惑 劳拉比较在意 这里的人为何当作无视发生正常生活 神父说没有这么做的人都已经嘎了 剩下的都是适应能力很强的人 接着几人走到小铁屋旁边 劳拉问这是做什么用的 神父告诉他们这是小黑屋 如果有人做了坏事 导致镇上的人发生意外 他就会被关在小黑屋一晚上 他们来到一处民宅 神父说如果选择住在这里会自由很多 只要将所有的窗户钉死 晚上在门口挂上黑石还是非常安全的 吉姆问这里是不是住过人 神父没有否认 这里原来住的就是被怪物杀死的母女 他们来到二楼看到案发现场遗留的血迹 劳拉被吓到崩溃 慌忙逃出房子 吉姆追出安慰妻子 昨天晚上她在房车中感受到怪物的存在 黑石确实可以阻挡那些怪物 而一家人已经被困在这里 所以要好好利用房子保护家人的安全 最终劳拉同意下来 另一边 罪汉没有照顾好家人 神父决定要对他实行最残酷的惩罚 关在没有黑石保护的小黑屋中度过一晚 罪汉有1%的概率能活下去 但警长还是觉得有些不人道 行刑前跟神父商量能不能换种惩罚 没想到神父坚决不同意 解释到如果罪汉不被关小黑屋 居民就不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会出现更多伤亡 警长见说不过他只能慢慢咧咧离开 回去路上路过小黑屋 警长决定亲自感受一下这个屋子 他坐在其中无法想象要面临的绝望 内心陷入强烈的纠结当中 最终还是无法放任生命消亡 来到监狱中给了罪汉一块黑石 让他去别的地方躲避 警长瞪了这个不争气的罪汉一眼就离开了 新来的吉姆一家正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选择岩石就会入住安全屋 和包租婆及众人一起守护大家庭 如果选择鲜花就会去镇里单独居住 会比较自由舒服 警长打断神父的讲话 想给罪汉争取最后一次机会 可话还没说完 罪汉自己走了过来 他说自己以前是一个好父亲 给女儿准备过一个娃娃屋 来到这里以后被怪物扰乱了脑子 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家人死亡 他现在内心非常自责 只想再和家人见面 他叮嘱小镇上的人要团结互助 接着走到警长身前 将黑石还给警长 很感谢警长为他做的一切 但现在他已经失去热爱的家人 只想接受惩罚快点见到他们 这时觉得突然大笑 表示演员的戏真足 剧本也全是新鲜玩意 警长气得直接将男人拖过来选择居住地 男人选择石头 警长险些将他的手掰断 他大骂要杀掉警长全家 这时副警长感到要带男人去一个地方 而仪式继续进行 吉姆选择在镇上住 但神父表示每个人都要选择 妻子和儿子跟随吉姆的选择 但女儿却选择去安全屋住 吉姆夫妻瞬间惊呆了不理解女儿的选择 但包租婆却很开心 警长再次跟女儿确认 结果女儿坚持要住在安全屋 警长安慰吉姆夫妻他的儿子也在那里 会照顾好他女儿 天色见碗人群散开各回个家 另一边 副警长把男人带到一处草地 他看到自己的朋友正躺在这里瞬间被吓傻了 这一切原来都是真的 杰德平复心情后 跟随副警长回到家中赞助 安全屋居民欢迎朱莉的加入 吉姆夫妻则和儿子回到新家中 而醉汉此时准备进入小黑屋 周围的人给他送别 警长锁上门示意大家散去 很快进入黑夜 醉汉在小黑屋中瑟瑟发抖 没一会儿怪物开始朝着小黑屋巨拢 一个个微笑地看着里面的猎物 警长很想透过窗看看外面的情况 但还是不太敢看 而小黑屋没有黑石的保护不堪一击 第二天 警长拉着手推车准备给醉汉收尸 虽然心里有准备 但看到被撕碎的醉汉还是有些不忍 他将醉汉的尸体装进手推车 准备拉到草地 正好被吉姆和伊森看到 警长不想吓到小孩子 小儿子问推车里是什么 警长只能说是一些不急 准备送给神父 很快他带着小推车来到草地 叮嘱神父将他们一家葬在一起便要离开 这时神父问他不回来参加葬礼吗 警长嘲讽道 神父会在葬礼上说想让他死吗 接着让他用完将手推车送回来便离开了 画面一转 女孩来到餐厅 看着老板娘还在为死去的丈夫伤心 但老板娘并不知道 她的丈夫和护士就是被眼前的女孩害死的 女孩还在餐厅工作 看到吉姆和伊森来到餐厅热情的接待二人 接着吉姆询问 出事的那个人是不是老板娘的丈夫 女孩给了肯定的回答 吉姆表示抱歉 老板娘给男人和小儿子端来早餐 看得出来他很喜欢这个小男孩 吉姆安慰儿子这里也没有那么糟糕 儿子说像童话冒险一样 吉姆听了儿子说的话绷不住了 躲到卫生间偷偷哭泣 另一边 朱莉醒来突然发现维多正盯着自己画画 她被这一幕吓了一跳 这时维多自顾自说道 有时候你会忘掉自己做过的梦 但后来突然想起 意识到那不是梦 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随后将画好的画地给朱莉就离开了 没一会儿她来到餐厅 看到小儿子在吃饭 赶紧过来坐下告诉伊森 树朝着安全屋前进了四英寸 接着拿出白衣男孩的画像让伊森确认 伊森说这正是她看到白衣男孩 这时吉姆从洗手间中走出 看到维多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 将她拎起警告她离儿子远点 随后将她踹出餐厅 但过激的行为引来周围人的目光 没办法她也只能带着儿子先行离开 与此同时 副警长发现杰德正在地下室门口坐着 问他为何不去吃饭 杰德将他带到地下室内 告诉他自己昨天发现了的怪事 副警长不以为意 只是说刚来的人都会产生幻觉 但杰德却说这绝对是真实的 他分得清现实和幻觉 副警长并没有在意 将他带到警局看了更奇怪的事情 所有人看到大树位置都一样 但看到大树之前都身处不同的位置 而且彼此相距很远 杰德说这根本不可能 他要去寻找真相 副警长说那你会疯掉的 在这里最可怕的不是怪物 而是小镇本身带给人们的感觉 想得太多容易迷失自己 这是一旁的无线电突然发出声音 副警长说有时候他就会自己想 杰德健壮直接抱起无线电离开 想要寻找出答案 这时劳拉来到安全屋寻找女儿 想让女儿回家 但不小心说出真心话 认为女儿选错了 女儿听后直接发火 她早就知道父母将要离婚 这次旅行是最后一次家庭聚会 说了几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劳拉只能回到家中 此时吉姆正在门口坐着 她也因为赶走维多被伊森怪罪 两人鬼使神差的又在门口吵了起来 这时维多从后门找到伊森 想和他一起去找白衣男孩 他告诉伊森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男孩 想搞清楚白衣男孩为何回来 伊森本不想去 但维多却说是白衣男孩选择了伊森 就像当初选择自己 而且还要把拐杖换成一根树枝 这才和森林比较搭 很快两人来到森林深处 突然见到白衣男孩 但转眼间又消失不见 两人来到一个传送树洞前 维多捡起一块石头画上笑脸 接着走到树洞前扔下去 传送术对人也有用 但传送地点不是固定的 可能传送到任何地方 也可能卡在某个物体中 这时吉姆夫妻发现伊森不见了 追到树林中遇到了两只大狗 维多出现开枪下跑了大狗 接着用枪指着吉姆 吉姆虽然很生气 但对方有枪也只能赶紧带着家人离开 随后维多回到安全屋寻找小时候的画作 这些画逐渐唤醒他的记忆 他是最早来到这里的人 那时他和伊森差不多大 从地下室走出发现小镇的人都被杀光了 但还有一个白衣男孩站在尸体中间 随着想起的越来越多 维多的头开始隐隐作痛 接着他来到安全屋外挖坑 包租婆过来问他到底在干什么 吉姆回到小镇后去找警长告状 控诉维多拐卖小孩 警长说会通知包租婆 让他管着点为多 随后邀请吉姆一家去餐厅吃饭 几人来到餐厅正式做起自我介绍 没一会儿副警长来找警长说事 两人在门口不知说些什么 突然前台的女孩感觉手臂剧痛 接着出现一行字 杀死那个男孩 他看着小儿子下的亚麻呆住了 自消失以后女孩摔倒在地 浑身开始不断抽搐 众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 女孩已经脱离危险 但医生说他需要留在这里观察一天 而且自己会在这里陪着他 女孩的哥哥听说妹妹出事 火急火燎地赶往医院 这时警长听说医生和女孩要在这过夜 赶忙劝说医生三思 毕竟怪物在这出现过而且杀了人 医生说自己会保护好二人的 警长不放心地回头看了一眼黑石 医生突然发现警长的手也有轻微的颤抖 问警长这个症状多久了 要给他检查一下 警长说自己没事便离开了 出门看到女孩的哥哥神色紧张 他总觉得兄妹两个有事瞒着自己 但对方不说也没再多问 告诉哥哥女孩今晚要在这观察 让他明早再来看妹妹 另一边 伊森给了妻子和儿子每人一支笔 他们准备梳理一下这里发生的一切 他说每个人都可以写下问题 即使在离谱的问题只要想到都可以写 随后通过回答这些问题 寻找关联还有走出小镇的方法 男人在墙上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哪 与此同时 医院中的沙拉醒了过来 他走到抽屉前看着里面的手术刀 回想起白天手臂上的字 这是医生走过来给他拿了一杯茶 沙拉告诉医生他睡不着 随后两人聊起了家常 女孩突然神色严肃地问医生 如果你有办法让所有人离开小镇 但前提是需要做件坏事 你会怎么选择 医生被问得有些发懵 愣了一会儿说既然是假设 如果真的可以做一件坏事就让所有人离开 那自己会去选择做这件坏事 得到这样的回答沙拉似乎确定了某种想法 两个人在医院平安度过了一个晚上 四日清晨 哥哥过来接沙拉 和医生道别后 哥哥问起妹妹到底怎么回事 沙拉说自己就是在餐厅晕倒了而已 并不想告诉哥哥事情 但哥哥始终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与此同时 杰德抱着无线电在街上溜达 自言自语试图梳理这些天的线索 不知不觉中走进一间屋子 惊讶地发现这里是一间酒吧 一股怒意涌上心头 责怪人们安于现状 放弃寻找离开小镇的办法 酒吧老板递给他一杯自己酿的烈酒 刚开始喝第一口就吐了 但没一会儿开始上头 另一边 吉姆家里已经写满了问题 他想通过解决问题寻找突破口 妻子说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写上去 男人把笔给他 妻子却不想接 说这个问题太疯狂了 他不想去解答 过了一会儿 妻子查看儿子的伤势 忽然发现伤口愈合的速度特别快 伊森这是说 小镇很特别 他试图伤害人类 但同时好像也在帮助人类恢复伤势 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写在墙上 劳拉对于他看问题的角度很惊讶 鼓励他继续思考 这时沙拉来找伊森玩 一家人都觉得沙拉人很好 但他们并不知道 他的兜里正装了一把手术刀 伊森带他一起来到门口玩 聊了一会儿 沙拉提出带男孩去牧场看小动物 哥哥饲养的动物能给小镇提供食物 伊森听到可以看小动物很兴奋 劳拉也想跟着去 沙拉只能答应 另一边 警长独自来到妻子的坟前 跟他说着自己的心里话 最近小镇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 而且他好像找到了离开小镇的方法 但不确定是否应该去实施 如果自己失败 一切将会变得更棘手 小镇的人都把他当成精神支柱 但他此时也需要一些提示 最好是一个明确的指令 与此同时 沙拉的哥哥响起 妹妹说过她会听到奇怪的声音 觉得妹妹有些魔障 找到神父向她说明妹妹的异常 神父听后非常震惊 两人赶紧去找女孩 沙拉带着母子已经来到牧场 女孩给劳拉介绍起 没有黑石之前的日子 人们晚上到处寻找避难屋 小镇的人最好都记住 这些避难屋的位置 防止哪天忘记时间来不及回家 能有地方躲避怪物 而古仓中正好有一个避难屋 沙拉想带她进去看看 两人走进谷仓 沙拉缓缓将木门打开 忽然一把将劳拉推进去锁在里面 嘴上不停地念叨对不起 却转身拿出手术刀朝着伊森走去 沙拉告诉伊森自己很喜欢她 但伊森的性命可以拯救所有人 就像童话故事中一样 说完就要动手 这是哥哥及时赶到拦下沙拉 问她到底在干什么 沙拉说怪物告诉她这是最后一个 只要杀掉小男孩 所有人都可以回家 伊森找准时机踢了沙拉一脚成功逃离 哥哥上前锁住女孩 却被沙拉不小心划开脖子 沙拉看着面前的哥哥陷入自责 这时神父也赶到了牧场 看着眼前的一幕异常震惊 伊森一路跑到安全屋找姐姐 吉姆和小镇上的人也听到声音来到牧场 吉姆将劳拉救出 随后两人赶紧寻找儿子的下落 好在这时姐姐带着伊森返回 一家人都没事 医生还想抢救沙拉的哥哥 但他已经彻底厌弃了 沙拉逃进了树林 神父没有追上 随后和警长商量解决办法 男人见到二人质问凶手在哪里 二人告诉他女孩逃进了树林 如果天黑前返回会对其进行惩罚 但没回来就代表怪物已经处理他了 男人非常生气 这就是他们说的一个大家庭 警长和神父背对的一言不发 画面回到餐厅 医生非常自责 他说自己本应该早点发现沙拉的一场 而且手术刀还是他医院中的 警长安慰这不是他的错 他之前救了小男孩 以后也会就更多的人 突然一旁的收音机自己响了起来 警长忽然愣住了 好像找到了方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吉姆一家回到家里 今天发生的事情太过惊险 姐姐带着医生去楼上休息 劳拉思考了一会儿 决定在墙上写下那个不愿意提起的问题 第二天 朱莉回到安全屋 看着门口维多挖的几个坑出神 转头看到门口有一束花 觉得挺香的就自顾自地拿回屋内 找了一个花瓶插花 而劳拉开始整理起之前一家人的遗物 发现了一些圣经手稿便去交给神父 同时他还想跟神父确定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们还活着吗 没想到神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 告诉他这都不重要 不管是死是活 他们都被困在了这里 都要寻找逃脱的方法 随后劳拉又问起沙拉的事情 神父只是说没人再见过他 劳拉走后神父来到地下室 没想到女孩并没有逃走 而是被神父关在了教堂 但他显然没有告诉其他人 不然女孩可能要被关进小黑屋接受惩罚 牧师之前听女孩哥哥说 沙拉能听到一些声音 他想搞清楚声音是什么 女孩告诉他 声音说他们和小镇上的人一样 都被困在了这里 但如果女孩可以按照声音的指示去做 他们就能帮助人们走出小镇 神父问那我们怎么做才能离开小镇 沙拉回答不知道 神父告诉他 如果声音是真实存在的 那他就是唯一能与他们联系上的人 是所有人回家的希望 但他要先确认女孩没有疯掉 突然女孩的手臂又开始疼痛 他说自己需要纸笔 神父找来纸笔女孩在上面开始乱话 另一边 吉姆发现小镇上的电线很奇怪 里面根本没有金属 插头也不完整 突然结的捧着无线电设备闯进房间 邀请吉姆和自己一起寻找真相 随后两人来到小镇上 将所有车上有用的零件全部拆下 修好了无线电设备 接着来到森林中最高的一棵大树跟前 杰德让吉姆把天线挂在最高处 无线电就有可能接收到外界的信号 杰德在底下等待 突然树开始流血 吓得他抬头看向上方 树上正挂着被怪物杀害的人 树竿上再次出现上次看到的符号 这时突然窜出一个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人 二话不说朝着他开枪 杰德慌忙逃进森林 不小心摔倒在地 士兵追过来正准备杀死他 杰德蒙住眼睛大喊救命 突然一个男人抓住杰德 等他缓过神来发现眼前的人是吉姆 他又陷入幻觉当中 站起身精神恍惚 不管男人劝阻独自离开 吉姆回到树下调试无线电设备 忽然发现有了一些信号 尝试联系外界但没有得到回应 杰德来到餐厅 不停地画着幻觉中看到的那个符号 老板娘走来给他上茶 看到他画的符号表情露出一丝惊讶 随后将他带到储物间 这里存放的都是小镇以前居民的物品 老板娘找出一个笔记本 里面的符号竟和杰德画的一样 与此同时 地下室中的沙拉也画出了脑海中的图像 神父看到以后问这是什么 女孩说这是他们真实存在的证据 他们从神父来的那天就一直在观察他 神父听完大惊失色 他来到草地中挖出多年前埋藏的袋子 里面有一件衣服一瓶酒 还有一盒巧克力 而巧克力包装上的话就和女孩画出的一样 牧师有些害怕 另一边 劳拉带着一盒物品来到餐厅 想把之前住户的物品寄存到这 老板娘带领两人进去 伊森有些害怕 劳拉安慰到那个女孩不在这里 这才跟着她进入储物间 放完东西 劳拉无意间看到一个手链 等回到家 她看着手链陷入沉思 伊森发现家里的台灯忽亮忽暗 劳拉对这种怪事已经习以为常 他跟儿子说要玩个小游戏 随后找来锤子狠狠地砸向墙壁 与此同时 警长二人正在埋葬尸体 警长说自己想到一个离开小镇的方法 上次在野外黑石保护了房车 所以他想带着黑石和食物走进森林 直到找到出口 副警长听完只是说了句想死的话你就去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警长找到医生询问最近副警长怎么了 医生说他还没有从父亲的死亡中缓过来 警长突然良心发现 自己关心小镇上的居民 却没关心过副警长的心情 他的压力也很大 警长很自责 找出棒球和手套打算去找副警长玩 警长说自己好像遗传了父亲的帕金森 最新手经常不可控地发抖 他希望副警长能成长起来 他不在的时候可以保护小镇居民 但副警长做好准备之前 他哪里也不会去 画面一转 吉姆回到家里 发现墙都被砸得差不多了 他来到地下室问妻子这是干嘛 劳拉说他想知道电力是从哪里来的 所有的电线都来自地下太反常了 吉姆还以为妻子最近受到刺激太多 精神出了问题 劳拉掏出手链告诉他 这就是第一次约会时他送给吉姆的 大女儿出生时手链就弄丢了 吉姆说这个手链很像他丢的那条 劳拉表示当时制作时出了点意外 手链的标记是独一无二的 他非常确定这就是丢掉的手链 吉姆不敢相信 劳拉表示不可能的事情在这还少吗 吉姆立刻改变想法 主动帮助他挖土寻找电线的尽头 另一边 安全屋内的众人都进入梦乡 眼镜男怕影响其他人悄悄来到二楼 拉开窗帘出现一个女人 手里正捧着一束鲜花 女人问什么时候才能让自己进屋 眼镜男很纠结只是说会考虑 第二天 安全屋成员准备聚会 他们定期就会举办这种派对 给紧绷的生活增加一些乐趣 眼镜男又在门口放了一束鲜花 留给他心爱的人 天又要黑了 警长像平常一样摇铃铛提醒人们回家 回到警局发现神父坐在门口 进屋后神父看到桌上的装备 看出警长是要出趟远门 警长将自己找出口的计划告诉了他 这时神父说自己也有事要告诉警长 说着把袋子递给警长 等他说到自己把女孩绑到地下室 警长赶紧掏出枪对着神父 他责怪神父双标 之前罪汉过失导致家人死亡都被关小黑屋 现在女孩杀了好多人都不被惩罚 神父赶紧解释女孩可能是离开小镇的关联 警长门言才放下枪让他继续说 神父说女孩能听到一些声音 那些声音说会带大家离开这里 警长不敢相信 神父拿出女孩的话对比巧克力上的图案 警长还是不明所以 神父说这是他三年前埋当 而五个月之前女孩才来到这里 他不可能知道袋子的存在 警长又说那有可能你告诉别人 然后别人告诉了女孩 但神父说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 这说明确实有神秘人从那时就在看着他 女孩听到的声音就是他们发出的 警长终于被说动相信了神父 问他有什么计划 神父说打算和警长一起带着女孩去森林 警长觉得神父的计划太冒险了 另一边 杰德一直想弄明白符号的意义 不停地研究笔记本 不经意间发现 本子其中两页是粘在一起的 打开后里面调出一张照片 维多发现最喜欢吃的桃子罐头没了 包租婆过来安慰他 说有很多其他口味的罐头 但维多说这么多年只有罐头一直不变 现在连这个都变了 楼下 警长儿子小帅和另一个人发生争吵 包租婆及时拉开两人 小帅随即上楼休息 胖子却说起风凉话 画面一转 朱莉来到维多的房间 维多是最早来到小镇的人 一定知道更多情报 此时维多正忙着找东西 眼镜男又开始作妖 来到二楼将窗帘拉开 女人说自己要走了 因为眼镜男不让她进去 经过女人一顿哄骗家欲擒故纵 眼镜男鬼迷心窍地打开了窗户 女人进来以后没有变身 而且眼镜男发现她的手竟然有温度 两个人非常开心拥吻在一起 突然女人的手变成利爪 接着把眼镜男的嘴唇咬下将她杀害 简单擦拭了一下衣服 随后打开窗户 窗外一群怪物正缓缓走来 长发妹听到房间里的笑声 走到房间问 有什么开心的事我也听听 结果刚进去怪物就关上房门 长发妹才意识到怪物进了房间 女人叫着她的名字 她惊恐地问为何怪物知道她的名字 怪物回答说 他们知道这里所有人的名字 接着就带走她的姓名 楼下一群人正在台阶上聊天 突然胖子感觉到有水滴在身上 抬头发现怪物正冲着她微笑 所有人都被吓得慌忙逃窜 怪物依然保持着邪恶的微笑 缓缓朝着猎物走去 包租婆赶紧让人们离开安全屋 维多听到外面的声音 口中说着开始了 随后找出提前准备好的绳子 带着女孩从二楼爬下 女孩对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看到人群逃窜才意识到是怪物入侵 维多下来以后看到白衣男孩的指引 劝说女孩跟随自己前往森林 但女孩认为这无疑是自寻死路 维多让她相信自己 如果还想见到家人只能去森林中 女孩强行镇定跟随维多离开 包租婆带着逃出的人上了车 小帅没跟上大家的脚步 来到长发妹遇难的房间 转头看到怪物就在身后 赶紧从二楼跳下 卷发妹过来带着她一起逃跑 身后的怪物越来越多朝着他们缓缓走来 两人赶紧跑进安全屋 紧接着赶紧关上客厅的门 制造出一个封闭空间 卷发妹摸着黑时祈祷她产生作用 没想到真的有用 怪物没有闯进小房间 另一边 警长和神父看到外面的灯光 赶紧接应众人进入屋内 神父走在最后 转头看向远处的怪物 没想到被身后的怪物偷袭 警长赶紧抛枪阻击怪物将神父拖回室内 但神父的伤口太严重没能抢救回来 此时朱莉跟随维多来到传送术前 维多让她赶紧进入树洞 并给伊森带话告诉她已经开始了 朱莉听不懂 维多说她弟弟能听懂 接着就把她推了进去 转眼女孩来到一个地下室 她完全不知道这一切在怎么发生的 第二天她回到家中 吉姆问她是怎么逃出来的 女儿说是跟着维多从二楼跑出来的 然后刚进入一个树洞 下一秒就来到一个地下室 一直躲到天亮 伊森说那是个传送术 但每次的传送地点都不一样 他们必须找到维多 女儿说完维多托她带的话就崩溃了 昨晚发生的事情压垮了她的意志 母亲过来安慰她 这时杰德突然破门而入 看见女儿就问维多去哪里了 吉姆赶紧将她轰了出去保护女儿 杰德说自己反复看到一个符号 而笔记本中也有这个符号 昨晚她在本子中发现了维多的照片 所以一定要找到她问清楚 吉姆责怪她上次的行为 拉上自己去树林中测试无线电 但还没等开始 她就发疯自己走了 杰德听完尴尬的道歉 没想到吉姆却说测试起了作用 即使只有一些杂音也成功了 杰德有些难以置信 吉姆说只要把她挂在最高处 可能就会发挥作用 随后两人来到安全屋 包租婆正在收拾满地的残枝断壁 吉姆说想找她帮忙 他们想在安全屋上面建一个高塔 安全屋建在最高峰的最高点上 如果在这安装天线 有可能会把信号发送出去 包租婆还在为昨晚死去的 14个孩子心痛 而且剩下的人都被安排到镇上 短时间也不会回来 所以她答应了二人的请求 想让房子发挥出她最大的作用 另一边 警长正在整理装备 准备前往树林 这时副警长赶来汇报 小镇的房子都有地下室 没有使用 所有逃出的人 被平均分配到各家各户中 他们会尽快安排好 这些人的生活用品 随后想让警长给居民进行演讲 但警长这时精神恍惚 还在为神父的死伤心 他跟副警长说 他们一家刚来到小镇时 是神父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们 话还没说完 警长的眼神变得坚定 接着把演讲任务交给了副警长 便转身离开 几个月前 警长一家开车出去旅游 妻子送给他一艘小船 作为退休礼物 还没来得及高兴 忽然被一棵树挡住前进的道路 正是每个人都会看到的那棵树 接着他们就来到小镇 察觉到这里不太正常 突然神父走出将他们拦下 请求一家人跟随他离开 天马上就要黑了 神父说现在没有时间跟他们解释 妻子催促警长赶紧离开 就在要开车时 远处传来一阵嘶吼 神父说这是死亡的声音 一家人看他真诚跟随他来到地下室 几人躲在地下室 听到外面怪物屠杀人类的声音 次日清晨人群爬出地下室 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 满地都是尸体 这时他们才彻底相信神父说的话 随后来到餐厅 神父详细给几人解释了缘由 警长提议人们应该团结合作 重新分配资源 建立规则轮流首页 警长到来以后小镇有了秩序 后来 白天警长会到森林中搜寻物资 这天竟然迁回一头羊 他跟神父说森林中还有很多鸡 想找人重建牧场 儿子跑过来想跟父亲单独聊聊 他希望父亲不要再去树林中冒险 最近母亲的状态不太对劲 小镇似乎已经对他产生影响 警长对此并没有在意 只想找到离开的路 便重新回到森林中做记号 突然看到一条小狗脖子上有香圈 意识到这附近可能住的人 小狗突然跑开 警长为了线索追了上去 却在森林中迷路了 警长崩溃地赶紧寻找来时的路 很快到了晚上 周围响起怪物的声音 他误打误撞掉在一个洞穴中 怪物很快来到门口 却只是看了他一眼就离开了 警长意识到这里有东西保护着他 随后看向周围的墙壁 这里有一些刻着符号的黑色石头 次日清晨 他赶紧把这些石头打包返回小镇 突然听到小镇上传来枪声 回来看到妻子正在对着小镇上的人开枪 他呼唤妻子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妻子却说这一切都是梦 只有这样他们才会醒过来 这时儿子突然跑来 妻子转身想对着儿子开枪 警长无奈只能杀死妻子 从这时起儿子一直记恨父亲 回到现在 警长来到教堂的地下室 要带着女孩出去溜达溜达 他们来到森林中 他痛恨女孩杀死镇上的居民 让女孩一直往前走 但想起神父说过的话 女孩可能是小镇人们离开的关键 警长决定带着他来森林中寻找方法 两人来到一个庇护所 警长告诉女孩要回去取装备 天黑之前会回来 女孩告诉他自己想赎罪不会逃跑 另一边 医生接好了小帅摔断的手臂 警长来跟他道别 跟他说了很多心里话 儿子还是没有原谅父亲 这时卷发妹过来告诉他 如果他不追出去会后悔一辈子 小帅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出门一直追到小木屋前跟父亲道歉 如果昨晚没有黑石的保护 他也没法存活 黑石就是父亲带回来的 他理解了父亲是为了居民的安全 随后看到木屋中走出的沙拉非常震惊 警长让他相信自己 等自己回来会和大家解释 吉姆家中 伊森正在查看眼前的画作 而朱莉则在地下室中发呆 妈妈来关心他的状态 朱莉忽然问道 两人是否坚持离婚 妈妈说不确定 朱莉还以为是自己的原因 这时劳拉解释道 他们到现在还在为失去儿子心痛 当时伊森之后还有一个儿子 但因为两人的失误导致小儿子夭折 母女两个相拥而弃 终于在这一刻说出了心里话 餐厅这边 副警长接过重任组织几居民 要求大家团结一心 包租婆安排安全屋的人修复别墅 除此之外还要帮吉姆安装无线电 这或许是所有人离开小镇的机会 吉姆简单介绍一下细节 大家纷纷开始工作 另一边 警长带上黑石和装备 带着女孩一起走向森林深处 莎拉问她确定是这个方向吗 警长说不确定凭感觉 随后只向一个石头堆起来的小屋 这里就是警长找到黑石的地方 石屋是警长走出最远的距离 还有两个小时就天黑了 警长决定今晚住着 天亮以后再继续出发 莎拉想让警长解开手铐 警长不答应只能作罢 与此同时 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回到小镇 包租婆看到一个蓝衣小哥精神不太好 但她说自己没事 包租婆也只能让他好好休息 没想到第二天小哥就被发现在屋内自杀 这件事对包租婆的打击很大 副警长文言赶来安慰他 见他不说话又提出要带几个人去牧场 找一些木头建造新号塔 包租婆听完这句话当场暴怒 直接来到楼下拿起斧子劈开地板 说这里有的是木头 反正无线电能带大家回家 这里就没用了 副警长和吉姆在一边小心翼翼地安抚他 发现完后包租婆来到酒吧中 老板很意外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 副警长紧随其后 他还以为包租婆是在为蓝衣小哥伤心 但他说不是因为这个 他告诉副警长 人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太久 现在告诉他们无线电会有用 给了他们希望 但如果希望破灭 谁也无法想象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也是他失控的原因 副警长陷入沉思 另一边 伊森正在研究维多的话 他告诉家人 如果能搞明白这些话 就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但劳拉却觉得这是徒劳 看着血腥的画作赶紧阻止儿子继续 随后和孩子们玩起桌面游戏 伊森说希望出去以后 也可以一家人一起玩游戏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过 女人听到这番话露出一丝自责 安全屋中 杰德和吉姆看着桌子上的电池 这些电池已经过期很久了 最多只能给无线电供电几个小时 但至少需要他工作几天甚至几个周 吉姆想把电池放回汽车中 启动车为电池充电 但杰德说两种能源都很重要 如果汽油耗光了 他们会更被动 接着又问起维多的下落 吉姆直接嘲讽他去找吧 自己会留下专注于解决能源问题 杰德回到家中 口中还不停念到自己是个天才 一定会找到离开的办法 但老板娘却抱怨他太啰嗦了 随后表示需要电的话 小镇不是有电吗 杰德还想反驳老板娘 但还没开口却突然想到了什么 说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了 天色渐晚 副警长摇晃铃铛提醒居民回家 回到警局发现医生正坐在门口发呆 医生告诉他 蓝衣小哥是他的朋友 对于小哥的死他也很伤心 随后鼓励副警长加油 如果心里不舒服一定要找他 另一边 劳拉依旧在地下室寻找电线的源头 结束以后准备提灯上楼 却看到楼梯尽头写着一些数字 而吉姆被倒掉着挂在上面 突然朝着他张牙舞爪 劳拉瞬间惊醒 好在只是个梦 醒来以后继续挖土 没注意到房间的灯正在闪烁 吉姆回到家参与到挖土工作中 这时劳拉突然停了下来 她说好像挖到底了 森林中 警长两人在食物中安稳度过一晚上 她问女孩为什么不会怀疑声音的指令 宁愿相信他们也要杀害小男孩 莎拉说会有两辆车同时出现 到时候所有人都会死 声音告诉她杀死小男孩人们才能活下去 警长说自己知道善良的人被迫做坏事的感觉 解开了女孩的手铐 他们坐着记号继续前进 突然听到清脆的撞击声 抬头发现树上挂满了玻璃瓶 警长很震惊想拿一个下来 突然女孩又听到声音 捂着头身体开始抽搐 到了晚上 女孩和警长出现在帐篷中 门口正挂着一个黑石 女孩醒来 警长安慰她一切安好 她拿到了一个瓶子 里面的纸上写着1864 这时莎拉突然说他们应该回去 她这次听见的声音不同 是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她说两人不该来这里 外面有比怪物更可怕的东西 而且声音语无伦次地说 要告诉五炳二鱼先生 警长听到这个名字愣了一下 接着帐篷外面传来声音 突然帐篷被神秘力量拽着一动 两个人在里面非常害怕 眼见帐篷就要支撑不住时又停了下来 警长紧张地找到黑石挂在帐篷顶端 下一秒 气笛声从外面传来 同时刺眼的白光照亮帐篷 很快到了第二天 二人从帐篷中走出 好像来到了盘斯洞 吉姆这边 大清早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接着跑来他们家 进门直接拿起一盏台灯 将灯泡拆下 拿出一个吹风机将电线压在灯泡下面 随着灯泡亮起吹风机也有了电 不管电线怎么样 终端就是可以输出正常的电能 只要有足够的电线就可以给无线电功能 他们召集小镇的居民 将这个发现告诉众人 随后动员大家开始寻找电线 争取在天黑前将无线电信号发射出去 警局中 包租婆看着面前的地图陷入思考 为什么所有人来自不同的地方 却都在一瞬间来到这个小镇 他问副警长无线电会发挥作用吗 副警长期望会 无线电波可以去到他们无法抵达的地方 被救的希望就会更大一些 随后他去找医生 此时医生正在拆除救护车的线缆 副警长向他表白 但医生却说自己订婚了 给他发了好人卡 副警长瞬间尴尬地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接着说要把电线搬到安全屋去 灰溜溜地逃开了 劳拉来到酒吧仓库 老板想给他提供一些用得上的工具 打开门就准备离开 劳拉问他为何不去帮助安全屋的人们 老板笑着解释 他见过太多有想法的人 但这些人最后都在酒吧里买醉 劳拉听完有些怅然若失 随后找来一个铁稿 他准备继续回到家中挖洞 找到电线的源头 与此同时 警长和莎拉正在珠网树林中穿梭 他们想知道昨晚的灯光从何而来 莎拉提议回小镇 因为昨晚的声音强调这里很危险 警长说现在他们已经彻底迷路 只能朝灯光的方向移动 而且那么亮的灯光 很有可能代表这附近有人 或许能获得帮助 你还问警长吴炳二鱼先生是谁 警长告诉他就是自己 那是他以前的外号 只有妻子和儿子两个人知道 警长有些激动 这难道代表是妻子在跟女孩对话吗 突然远处传来求救的声音 警长赶紧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 但女孩却没有听到 只能跟在他后面 警长来到一棵满是蜘蛛网的大树 钻进去发现自己的妻子正在其中 突然妻子抓着他手面目猙獰 警长被吓得转身就跑 这时有很多蜘蛛爬到他的身上 其中一只还将他咬伤 女孩赶紧帮助他清理蜘蛛 随后两人继续前进 警长不愿提起自己看到的景象 女孩一直在身后追问 这让警长有些崩溃 他歇斯底里的吼叫 说这个地方根本就走不出去 这里不断给人希望又将其夺走 以人们的痛苦为时 突然警长有些头晕 女孩一番劝说终于让他冷静了下来 此时远处再次传来气笛声 两人赶紧继续朝着声音前进 这时天空已经下起了暴雨 他们爬上一个小山坡被眼前的荧幕惊掉下巴 一个灯塔正在山顶运行 而此时安全屋的人们已经组装好信号塔 随着倒计时 屋内的人们打开电灯 吉姆将螺丝刀放在线圈上 成功收到信号 所有人都非常开心 女人也激动地和丈夫拥抱 随后告诉丈夫自己要回去执行B计划 继续挖坑 而人们也注意到即将来袭的暴风雨 吉姆赶紧在各个频道发送求救信息 但一直没有人回应 暴风雨越来越近 包租婆来提醒孩子赶紧回到屋内 随后和吉姆继续求救 暴雨紧随而至 包租婆说如果还不停止 设备可能会损坏 就在他们准备放弃时 无线电突然有了回应 吉姆有些猛B 赶紧问对方在哪里 没想到对方却说出他的名字 接着说他老婆不该挖那个破洞 男人突然一阵后怕 赶紧往家里跑去 接着安全屋内的灯泡也开始相继爆炸 另一边 劳拉还在坑里凿地 突然地面出现裂纹 接着变成大洞 他掉了进去 好在洞不是很深 他并没有受伤 接着发现镇上的电线在这里戛然而止 突然维多出现在身后 他说白衣男孩让他在这里等劳拉 接着就要带着女人走 说这里不安全 劳拉被搞得一头雾水 跟着他来到一处洞穴 墙上有很多奇怪的壁画 洞穴开始坍塌 维多赶紧带着他离开 与此同时 警长因为中了蜘蛛的毒液 实在走不动了 让沙拉自己逃离 但沙拉不愿意放弃警长 突然看到白衣男孩 男孩指引他前往旁边的传送术 沙拉赶紧拉着警长朝树洞走去 警长半信半疑 进去后发现自己被困在 在一个狭小的井中 无论怎么呼喊都没有人回应 而此时餐厅中的收音机自动运转 接着一辆大巴车缓缓停在餐厅门口 第一季的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梦魇绝阵的题材非常新颖 人们被困在一个神秘的小镇 整部剧集充满各种反转和悬疑 但随着剧情的推进留下很多伏笔 第一季十集播完都没有给出答案 镜头描写相对比较杂乱 看得云里雾里 影片主题上除了凸显怪物的可怕 还有小镇对人们内心的影响 有些人承受不住考验 甚至对身边的人产生威胁 整个小镇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 有领导者有执行者 更多的还是平凡的人们 然而身为领导者 也会有经受不住压力崩溃的时候 总的来说梦魇绝阵的主题非常有趣 但镜头描写还有篇幅上不尽人意 所有的疑惑只能留在后续作品中解答了 好了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